下列選項中的示意圖 顯示在靜止狀態下 電荷還有金屬球 這個不帶電的 還有磁鐵之間的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力 圖中各鍵號的指向與長度分配代表受力的方向 指向跟長度代表受力的方向跟大小 若AB1三選項中兩鍵號的長度相等 這個A這個鍵號長度相等 則哪些正確啊 A我們看 A的話這個雖然不帶電 但是你靠近以後的話 它會誘發這裡有一點的負電 啊這個這裡就會曝露出正電來 現在的話負電距離它近 所以它吸引力比較大 所以它互相吸引 而且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一樣 所以這個A是對的 好 B的話 這個大小看起來是一樣沒有錯 但這個應該是排斥力 所以這是錯的 啊這個的話是吸引力 這個是對的 啊這個的話 雖然 這個吸引力是沒有錯 但是它大小不一樣 代表這個作用力不等反作用力 這是錯的 那一的話 這個互相吸引力 那大小不一樣 這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 A7 他跟E 我看 喔 C這裡的話 我圖畫錯了 C的話 這長度不一樣 然後呢 C這個比較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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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這個比較短 C這個比較短 方向是劃對了 方向是劃對了 方向它是吸引力沒有錯 但是的話呢 重力跟反重力要一樣 但是長度不一樣 所以大小不一樣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選 A跟E A跟E 因為他說 A、B、E 它長度是一樣 這長度不一樣 雖然這長度一樣沒有錯 但這個是排斥力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 A跟E OK